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昨天我在咸鱼上面瞎逛 发现居然有单独卖5600G和5700G了 5600G一看还是南京出的 2000块钱 我就说买过来试一试 因为这玩意呢 虽然在整机里面已经出过了 比如说惠普的这个机子 但是零售端的话 它是要在8月5日 也就是明天才能发售 你问 哎 那个是珠江路上的 就马路对面20米 哎 那就自提吧 结果是取的时候 哎 卖家突然认出来了 说你是健哥吧 哇 这么刺激 闲鱼上买个东西 还能被粉丝认出来 那我就问哥们 哎 哥们 你这东西哪弄的 多少钱的 哎 这个粉丝嘛 就很失诚 闲鱼1950卖的 加502000卖给我 哎呦 真是的 还加我钱 要不给我便宜一点 想想我闲鱼上买东西 都要亏好多钱 之前两个那个AMD的3A平台笔记本 ROG魔霸5R 13800买的 12500卖的 加上运费 亏了1500块 惠普 暗影镜07 8100的 现在都挂到7400了 还没有除掉 哎真是的 我都没啥做声音的天赋 好小不巧 结果AMD官方 它居然在昨天晚上 安排了5610G和570G的解禁评测 所以说我这个就属于 哎 解禁了 但是还没有发售 非正常渠道管来测试 当然说实话 这东西谈不上解禁 人家惠普那个560G的主机 都卖了好久了 既然比官方送测晚了一天 所以说我们就不说那一堆测的没什么用的东西 比如AMD官方要求拿什么5600G和111400笔核显这种没意思的东西 说向大家关心的话 第一个问题 那5600G它是5600X再加个核显吗 并不是 5600G在核心数量上和5600X是一致的 都为6和12线程 但是5600G首先频率要低了0.2级 然后三缓被阉割了一半 同样AMD移动端的5600X的三缓也是被砍了一半 所以这个APU和U端的处理器会比较类似 两者的核心代号都是一样的 这两点可能会对使用性能造成影响 我们先看看两者的ROS10跑分 那5600G的多核跑分就低了大概一成 这里还想吐槽一点 我们用的是华硕的TUF B550MWiFi主板 需要刷下BIOS才能扔到5600G 但是华硕的BIOS默认都锁了功耗 按照CPU的TDP65WiFi给的 必须要手动去解锁功耗 一开始我们刷完BIOS就忘记开了 啪啪啪就测试了 结果想象的时候发现 测试数据全有问题得全部重跑一遍 耽误了不少时间 明显 黄若它这样设计 就是为了降低主板的故障率 而去故意去限制CPU性能 是不是很恶心的操作 是不是啊 Tony 其次 5600G它不支持PCIe 4.0 只支持PCIe 3.0 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还是那句话 我可以用不到 但你不能没有呀 因为现在连PS5它都用上PCIe 4.0的固态了 除此之外 最大区别就是这个核强了 命名和之前的3401G里的Vega11有所区别 变成了单纯的 这个Redden Graphic 实际上是拥有7个预算单元 也就是448个流处理器的 频率到了1900MHz 测试部分就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CPU本体 一个就是这个的核强 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 5600G的核显是一个什么性能 和之前英特尔除了DGE的比的话到底如何呢 其实那个所谓的DGE读显 其实就是拿笔记本11代DIU的核显 它就改的 屏蔽了一下CPU 所以AMB平台的话是点不亮的 我们是用1090K跑的 先看一下理论性能 除了DGE的话 我们还找了很久以前发布的3400G和1050台 3400G可以看一下当时的测试视频 3D8的理论跑分 5600G在DX11测试环境相对340G要提升不少 但是还是比不过DX11 更不要说1050Ti了 不过大家也知道DX11的理论测试看的挺高 但实际游戏的话不太行 游戏测试也应酱了这一点 这里不是特别吃显卡性能的腾讯全材的网络里面 除了CF以外 5600G都要比DGE的帧数要高一些 哪怕是古力也略胜一筹 虽然说这个帧数两者好像都不太能玩 特别是RAW这个帧数 但是玩起来是非常爽的 这个明显是5代锐龙CPU带来的优势 从这几个游戏的运行画面可以看到 整个CPU加核显的功耗并不高 温度也就50多度 CPU频率能到4.4G 核显1.9G 是比较稳定的 多数游戏也能基本占满核显 只有CF不太行 接着第三个问题 5600G插上显卡性能如何呢 和5600X能比呢 能把APU当过渡卡以后再加卡吗 相信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是更多的 5600G的官方定价是1899元 5600X盒装的实际购板价格 其实也在这个价格左右 甚至散变更便宜一些 所以很多人想把这个优据当成核显撑一阵子 但又担心这个砍了三款 后果游戏性能影响太大了 别以后加了显卡的话 CPU拖后腿了 之前我们做过5600X的测试 可以看这个视频 这个时候已经发现了 其实5代锐龙从游戏性能 特别是网游的性能里面 相比14大米的 10代英特尔酷尔的优势非常大 而且11代酷尔相比10代酷尔还开倒车 不如10代的优 所以基本上目前的高端游戏主机 稍微懂一些 有些理性的人已经很少去选购英特尔的产品了 反而是在1040F这种中低端级别的 英特尔有点优势 因为差不多价格的3600这种三代锐龙 玩游戏真的不太行 游戏这里我们显卡就拿个3060做了测试 因为一般选购5600X的 搭配显卡也就是3060 3060Ti这个级别的 你怎么会拿一个6核心的U 去带3080Ti甚至3090吧 老有人问过这种问题 我用过3090最低能用啥U 怎么最省钱 这就像啥呢 有人他买一辆兰博基尼 他跑来问我 我是加92号油好还是95号油更省钱呢 你要问我 同意回答 加0号油就省钱 当然前提 你别被租车公司找来索赔 实际的一轮游戏测试下来的话 其实发现 确实游戏技能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几个单机游戏都下降了几帧 多的设置人到10% CSGO差的就更多了 虽然还是有个480帧 其中古墓丽影无光追测试的时候 两者的GPU受限分别为P14和P99 很明显 5600G的CPU是有点影响360显卡的发挥了 当然你开了光追以后呢 明显的屏顶就在3060显卡上面 这个时候你CPU的差距就看不出来了 运行期间两个CPU的频率差了0.3G 功耗也是5600X高 看来5600G的性能释放还是略微保守了一些 三个问题复杂完了 5600G不是5600X加个核显 而是5600X验了一刀 再加一个750Ti级别的核显 只能弯弯露啊露这个级别的网游 单机就比较吃力了 而且日后再加显卡的话 会对显卡性能有大概10%的损失 所以说按照目前比5600X还贵的价格的话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鸡肋 实质无畏弃之可惜 除非的话你以后不会去加显卡了 单纯组个APU组个核显的ITX机子还不错 别的话你如果说以后可能要加显卡的话 我都不是很建议购买 或者说你至少这个价格降低到1000万元以内 那还可以考虑考虑 那我们这个5600G呢 也就亏个500块钱吧 1500块钱把它卖了 我还是想说 这个为什么粉丝都能加50块钱卖给我 我还得亏500卖 看来咱这个自费买产品 眼光都不太行 买不到啥特别给力的产品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那主要看了我们的这个测试 你是否会去购买5600G这个CPU呢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如果观众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周的YouTuber 你们的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金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do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上淘宝店铺潮玩公众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上的潮玩客 这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